我们第一集会在千灯湖逛一路往南 去到吕江公园和大家看一看 公园这里我刚才也说过 会有很多大的企业 终于来到租船的位置 看看最便宜的两人搭船 1小时40元 刚刚问过几位美女 这种是莲花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早上好 大家猜猜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我所在的位置是 南海贵城的千灯湖 今天我会过来这边 拍几集影片给大家看 如果有很久未回来 国内的观众可能比较奇怪 南海不是南海 为什么是佛山 当然他们已经合并了很久 我所在的位置是贵城 贵城这十年八年发展得非常好 始终财政室是比较有钱 所以他们的公园 包括市政都做得很好 正所谓人少地多 钱又多 就是这个意思 尤其我今天来到的千灯湖 就是一个表表者 这里会有商业楼宇 很多大的公司 他们将他们的分布移到这里 比如说一些广州银行 港发银行 都是将他们很多服务核心移到这边 当然总部还是在广州 然后附近也会有很多大型的百货商场 以我所知有好几个环境 我们也会过去看看 再来 这里也是一个很大型的住宅区 我觉得有点像珠江新城 当然珠江新城的体量和这里不同 但是这里更大更阔 不像珠江新城那种碧碧碧的感觉 当然珠江新城中间也有一个湖 但是和千灯湖这里比 真是蚊比和牛比 珠江新城的湖漂亮就漂亮了 但是我觉得真是池塘 但是这里真正正是一个湖 而且往南一路去 就会去到吕江公园 我们第一集就会在千灯湖这里走一下 然后一路往南去到吕江公园 给大家看看 在我面前的这个叫做 岩林品铭园 是位于千灯湖公园的北面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千灯湖的北面 如果往北继续上去的 就会去到岩部瑞岩路 当然千灯湖公园的北面 并非千灯湖公园的核心 严格来说 这里还未算得上千灯湖 这里叫做千灯湖市政公园 市政公园还在做一些项目建造 前面亦见到建筑物建建 工人在修建建筑物 上面的花花草草也如是 因为始终现在已经是春天 种花就会特别漂亮 即便如此 他们现在也会看到 原先有很多这种拱桥 当然因为他们在建筑前面的拱桥 是不想得去的 我们会沿着前面这条路 一路往南走 如果在千灯湖公园北部 北面一路走到岩康公园 大概步行的话 边走边看 一个小时也会到 据说千灯湖公园 还有一个游船码头 简单来说 晚上会漂亮很多 不知道早上有没有游船 小艇我就不游船了 一个小马来游船 很无聊 我们都去看看多少钱 如果下次可以跟老婆过来 又或者有观众 刚刚来到这里 想体验一下 我们知道价钱也好 千灯湖公园 我刚才也说过 会有很多大的企业在这里 将他们的航务中心移来 例如极远处这里 就是广发银行 在广发银行左手边 这座大楼上边还写着AIA 是的 AIA 再继续往前行 还会看到永旺吉之岛 至于镜头的右边 就是千灯湖的西区 是住宅相对比较多的 所以千灯湖 灯湖西路这一边 是会稍为更多游玩的项目的 比如说到了夜晚 可能他们会有些小杂市 就是这样的样子 又跟大家看看附近的楼价 因为附近房地产中价实在太少了 比如说距离我最近的588米 就是很近 万科金色城市三房二手楼 88个平方 210万 再锁下来远一点的新收笋盘 千灯湖繁华地段时代浪劫 这个也好像挺出名的 差不多100个平方 是卖327万的 实话实说 价格看上去并不是极便宜 起码都要200万才可以选择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 如果你说花200万 在广州市中心的话 几乎没什么选择 龙津路那些 我们前几天去看过 逢源北路那些 都要300万才能出手 当然有便宜也有贵 例如我面前这个叫中海千灯湖1号 附近算贵 当然它的楼宇面积会比较大的 差不多200个平方 1000万 是的 这个亦是如此 而且是无披放 186平方 1000万 便宜一点的 186个平方 750万 在广州市中心 驾车过来 刚才我在环市路开车过来 走来环路 基本上一路都是暢通无阻 就是去到方川隧道那里 塞了一点点 开了大概40分钟 便会到达到 始终因为规划都比较好 地方又够大 大家猜一下 面前这个 这个这么漂亮的建筑物是什么 其实是洗手间来的 洗手间也特别漂亮的 有得漂亮的住宅 当然少不了购物商场 和购物中心 我面前这个 就叫做 保利的百货商场 大的摩 上面会有吉之岛 而且在湖上 环环为工人 在这里 蛙艇仔 都觉得特别有私意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到 灯湖西街了 灯湖西街 这里也会有很多东西 据说到 晚上的时候 或者周末 他们这里会有很多 小型的雜事 不算很大 但是挺过瘾的 至于对面 也是刚才多次提及过的 保利的购物中心 是一步之二 好 走了一点多公里 终于来到游船码头了 一路上边走边看 其实真的很悠闲 不算走得太辛苦 还好 今天天气不算太热 前面就是游船码头 我们过去看看多少钱 船就不游了 看着湖 真的舒服 就算走了 二十多分钟 也不觉得辛苦 在我面前 还会有一个喷船 据说到 晚上的时候 就会喷 不知是否 但是如果在这里喷 也挺震撼的 前面就是游船码头 对呀 鸭豆 鸭豆 终于来到租船的位置 看看最便宜的两人搭船 一个小时40元 即使最贵的六人电动船 100元一个小时 看上去价钱也不太贵 前面这几位游客 就准备租船了 他们是从9点钟 可以租到晚上9点半 并不太贵 价钱不算太贵 40元是脚搭船 不是弄船 刚才问过工作人员 最远是不可以去到 吕光公园 因为时间可能 都赶不及 不过 晚上9点半 都还可以继续玩 到一入夜之后 附近的楼 全部开灯 在湖上弄船 游船码头 这里亦是整个千灯湖的核心 如果你说 我不想走那么多路 或者夏天的时候 来到 下到很晒 走那么多路 可以直接来到 游船码头 开始游玩 在湖上泛舟 然后一直往南走 走过去 就是吕光公园 我们现在去吕光公园 如果刚才那部份 不是欣赏湖景的话 来到这部份 就有更多的游景 可以看了 我正前宿方 那几位 韩姨姐 正在拍摄 很漂亮的 荷花 粉红色的荷花 应该是荷花吧 我们也过去看看 我刚刚问过几位美女 这种是莲花 这种颜色真的不多 去莲花山拜神 都好像是紫色居多 刚才问过几位专家 他说这个是莲花 他还说 我当然不懂 他还说这种 世人不知道要为 菩萨错的是何花 其实菩萨错的 应该是这种莲花 我又学到新的知识了 在公园这里 还看到这个 哇 这个很厉害 这么大一棵罗汉虫 通常我们在市区 看到的那种罗汉虫 都是很矮的 大多数都高不高我 是的 这棵呢 挺高 起码我看上去 三米 甚至四米都有 罗汉虫 那我们又来到 吕江公园了 在仙头那里过来 大概再多行15分钟左右 就会到的了 大家有没有来过吕江公园 我第一次来 听就真的听得多了 哇 从何时开始听 初中那时已经开始听了 好像那时吕江 这里是一个水上公园 我不记得是不是 如果有记错的观众 就告诉我 前面就是吕江公园 吕江公园这里 有几个大的旅游景点 可以参观的 第一个就是桃花岛 玉女弹琴 观音修竹 以及灰星角 我一次没来过 我不知道正前方 这里在建设这个塔 会不会就是灰星角呢 相比起先头的千灯湖公园那边 这里似乎游客 游人是会更多的 可能比较在接近一些老城区吧 附近比利站也是很近的 在这个步行过去 大概15分钟左右就会到的 那个站就叫吕江站 在这边 让我们到家里面 我们到家里面 在家里面 在这个地方 里面 晨曹运、耍太极、散步 因为环境好,全部都是树木 左边看到一棵竹树 桥上也可以看到一条小溪在下面流过 而且这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树木上 都会挂上一些牌子写着是什么树 比我这些不太懂认树的人 来认识一下避免前面这个就是人心果 不然摄影机就拍不到 我也看到上边是有少少果的 结果之后不知道是否能吃的呢 还有小岛上也种了很多这种红色的花 这种叫什么花呢? 炮掌花 可惜今天老婆没过来,认不得了 如果她有来,她一定会笑我 你这样也不认得 至于面前这个,我就认得了 葡萄,因为早几天才见过 没见过,都吃过,小时候 我在这里还见到有些街坊市民在钓鱼 不知道她会钓到什么鱼 其实我走了公园这么久 反而见到最少的是鱼 可能他们不想养太多 影响到他们的鱼 这些生态吧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钓到呢? 走延桂花岛 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会去到百妙延 玉女弹琴,观音修足 这些退休生活真正 不像在广州那些 就算公园里面也是很逼劫月的 至于这里,没有的,完全没有的 每个玩的地方,每个广场都要争崩球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公园真的够大 而且这边住的广州老城区 没有那么多人口 广州老城区生活当然是逼劫很多 前面就是百妙园 来到百妙园 这里真的听见 那些雀鸟的叫声真的很多 刚才都有 但是这里会更明显 在百妙园旁边 就是这个叫玉女弹琴 前面以前是会有一个薄布的 刚才我查到的 玉琴薄布 在薄布的上面 还看到有一个粮艇 应该是不能上去的 薄布下面是有一个山洞 小山洞 里面供奉着几尊菩萨像 来到这里 听到的雀鸟声更为明显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 虽然薄布没有开 但是看到这个湖上面 这个也不算湖 小溪上面 真的有很多鱼 很多应该是敢里吧 游来游去 在这里上去就是灰星角 应该就是刚才看到那个 梁亭和有座塔的地方 那应该就是灰星角 不过比较遗险的就是 他们现在在做修线的工程 是不能上去的 看来留待下次了 应该它修线工程做到 2022年4月30日 看来很快就会搞定了 我们留待下次 和老婆上去看一下 好 千灯湖和雷江公园 就和大家轻轻走过了 这里果然是一个 休闲不错的去处 来到星期六日 相信这里会更为热 去到晚上又算的话 应该是会很漂亮的 价格也不是太贵 好 那我们就约定下集 我们下集会回到贵城市区 据说这里还会有很多食物 有很多新潮的茶餐厅 还有不知可不可以 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有轨电车 在贵城这里有有轨电车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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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